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时有些人说 哇 为什么你种了这个 是我种了的乳癌 那乳癌这样大 应该是有这样 我拳头这样大 为什么你还不知道 为什么这样吃才来吃 我就说 那时因为 年轻的时候 只是想到赚钱 早上做 晚上做 不知道有这种病 会有这种乳癌的东西 我也是感觉到 有什么种叫乳癌 我也不知道 那时真的是 有点伤心 就是想到 这种感觉 为什么会有这种病 就是天 为什么会给我这种病 老医生说 你应该要做化疗 他这样跟我讲 但是我想做化疗是很辛苦 我就坚持不要做 我就跟医生想 我回去考虑 我就回到外面去 拿营养来调 什么营养都吃 有什么中药也去找 那回去医生再看讲清醒 他说已经到很严重了 要靠近墨前 他说你不可以再等 要马上做化了 我做了六次 做了多一次 我头发都是 掉到没有 很恐怖 那时候头发感觉到 整身热 头皮稍稍热 就感觉 哎 为什么会这样 会痛啊 这样厉害 就一摸 哇 看到我们很恐怖 我也是很怕 到最后打第二第三 都是这样整身子 到最后第四 到我们的嘴都烂到 不能够吃 连水喝下去都很喜欢 打第五针 因为我第五的时候 是感染到肺痒 给小孩子也传染到 半夜就发烧化冷 那时候我应该就 不能够顶了 太多也是冷 他们就马上叫我进医院去 进一个礼拜 那医生说 哇你的铁下板跌得很厉害 太弱了 他说你一定要打普针 那时候他就跟我打三支 普针下去 才慢慢复原 后来才出医院 而且那时候我就遇到我的贵人了 哎呦真的有一个产品了 你可以试看 我说 ok啦你来到我家才讲 我就说 做一下咯 给我们自己一个机会 是试一下 就买一套来这样吃 吃了一个 头一吃的感觉就是 哇晚上吃 第二天早上起来 哇那精神很饱满 可以从早上做到晚上 就可以做家务 可以煮菜 到最后啊好像 我的孩子说 哇你这样好 现在可以煮菜给我们吃 我的孩子什么都很开心 不如回我 老命回来 后来我吃到一套 吃完了 我再去medicare check out 那医生说 诶 为什么你的细胞看不到 我说 是啊 有啊在这边啊 还就呃呃一下说 没有了 很奇怪哦 哇 你是吃到什么啊 说 虽然是四条半 很贵 是自得的 希望大家 能够带回这健康 给大家 哦 又不是 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